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书法基础知识第九讲 了解书法常用工具 本堂课老师将带领同学们认识书法中除笔墨纸燕外的常见工具 通过学习同学们可以储备文房书斋的相关知识 了解各类工具的用法 在古代的文人书斋中除笔墨纸燕四种主要文具外 还有一些与之配套的其他工具 比如大家从画面中所看到的笔架 笔席 笔挂 镇纸 墨碟等 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讲解 笔席主要是用来盛水洗笔 以其行至精美而广受青睐 笔席有很多种质地 包括瓷 玉 玛瑙等 基本都属于名贵材质 传世的笔席中有很多都是艺术真品 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是瓷笔洗 以扁平状居多 这样的形制也是为了使用时不易被碰到 毛笔清洗完毕 自然就要笔挂来搁置毛笔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笔挂 笔挂是挂笔的一种器具 上面布有均匀对称的小钩 以利于挂笔使用 故此称为笔挂 笔挂底座已稍重的木 石 金属等材料制作 中间有一柱杆 上端用与底座相同质地的材料制作而成 重量要轻 平时用完笔后 不可将毛笔倒置于笔筒中 而是应将毛笔悬挂于笔挂之上 让残墨随水滴落 防止残墨倒流 使笔杆裂开 除笔挂外 放置毛笔还可以用到笔架 笔架一成笔割 写形式山字 是中国传统文房用具 一般放在案头 习书间隙用来搁置毛笔 防止墨汁沾染书桌和毛毡 笔架的材质多种多样 其中实用性的笔架 以瓷 铜 铁最为普遍 观赏性则以御笔架最为典型 笔挂和笔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不仅已经成为文房中的长射之物 有的还成为很多文人雅士 珍藏把玩之物 在认识如何放置毛笔的工具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携带毛笔又要用到什么工具呢 笔帘又称为笔卷 是一种临时存放毛笔的传统工具 形容竹帘 多以细密的竹笔制成 竹帘的好处有很多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方便携带 把毛笔卷入其中 不会像装在铅笔盒里一样来回碰撞 以免损坏笔头 二 竹帘通风 可是毛笔很快干爽 不会发霉 而且容量较大 一次性续笔可达数十只 说完与笔相关的工具 我们再来看一下毛毡 毛毡以优质的传羊毛或纤维为原料 粘面平整均匀 富有弹性 可衬托宣纸 使书画爱好者应与自如 手感舒适 在作品用墨较多时 不会淘墨 有脱墨的作用 又因羊毛可吸收水分 又具有吸墨的作用 特别是书写草书时 大大体现了脱水保墨的良好性能 书画粘 经济实惠等级齐全 方便耐用 是文房四薄必须的辅助工具 除以上介绍的几种工具外 镇纸也作为辅助工具之一 镇纸是中国传统工艺品 是写字作画时用于压纸的工具 常见的镇纸多为长方条形 因此也称作镇齿压齿 在造型上 镇纸多以成对的形式出现 上面刻有诗词格言 或画有梅兰足菊 既实用又有艺术欣赏性 同学们 有关书房中 其他常用工具的相关知识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将带领大家 去了解书法中的尺寸和形式等相关知识 同学们 我们下期见 每年 四季 二季 一终 二季 一张 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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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